走进爱山路东岸地下道 墙面上缤纷的色彩 观光导览资讯一看就懂 东岸地下道获得了企业任养 金融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智伟 副市长邱佩玲 副市长邱佩玲 共同主持剪彩仪式 感谢我们和泰环境永续基金会 跟大金空调 来做这一次主要的任养伙伴 那我觉得任养这个事情呢 在基隆未来是可以更广泛地来推动 因为事实上包括企业 包括永续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都是现在企业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基隆市可以 趁这一波永续跟企业社会责任的 这种合作的一个趋势 好好的邀请更多的企业来基隆 做更多的任养跟永续的合作 那包括我们了解未来在城隆庙地下室 也有一个相当大型而且豪华的车子品牌 要来帮我们做公车亭 而且任养的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改造 我觉得最重要是成功的维护管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观光客从火车站出来 好天气你会走哪里 好天气你会从海洋光场一路走到基隆庙口 会经过这两座地下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再次的表达 我代表市议会跟副议长 诚挚地表达 这种市政府 对这种市政府的感谢 那我想市长常说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我觉得民间不仅在提供资源上 民间的创意也是一流的 希望在市长的指示下 带领我们 我们努力找更多的企业 让基隆变更好 也谢谢市议会的支持 负责任养的 和泰环境永续基金会 请设计公司以图形 编号及地铁的方式增加辨识度 同时融入基隆的海洋意象 让地下道变得缤纷亮丽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在 就是在赚钱之以 要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成立了 环境永续基金会 刚好这个地下道 也就是符合我们这个 也创造了山营 我们基金会 市政府还有市民 都可以共同来分享 这一份的清洁跟荣药 所以我也感谢市政府 给这次的机会 每天早上会来清洁一遍 就大概擦拭一遍 然后不定时的这种循垃圾 对对对 那两期间 基金会除了自费 被建构视觉指标系统 和观光导览资讯之外 同时也负责地下道的清洁工作 将和市府一同打造 友善互助的城市形象 记者王少鸣 这种报导 这种报道